晚清帝国之太平记 八 作者西门宋克 第八回 天经成破日 血满精灵河 曾国藩被石寿两江总组好 立即和湖北巡抚胡林义 联手制定了安庆战役的战略计划 曾国藩清至湖北黄州胡林义大仗中 底足耳坛九个晚上 最后两人都认为 能否攻下精灵 就看能否夺取安庆 唯有取安庆后 方可高屋建立 已上至下 洞开天经门户 湘军中间胡林义 湖南义洋人 比曾国藩小一岁 出身官宦世家 父亲曾官至詹事府邵詹事 岳父则是当时赫赫有名的 两江总督陶树 在科举考试中 胡林义比曾国藩先中进士 后来去了贵州任职 太平军起事的时候 胡林义被调派到湖南 由此进入了乡军体系 并一度做了曾国藩的部下 后来经过曾国藩的保健 胡林义被授予湖北巡抚实职 升迁速度远快于曾国藩 在曾国藩处于低落的时候 胡林义就成为维系乡军的关键人物 在曾国藩胡林义和军禁逼安庆的时候 太平军也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五路就完的计划 这个计划以二破江南大营的部队为原班人马 其中以陈玉成李秀成两军为主力 李世贤、杨甫、杨甫清、刘官方三军为牵制力量 为保住安庆 陈玉成和李秀成制定了一个更大的唯卫救赵之计 约定两军会攻武昌 吸引曾国藩、胡林义回军自救 安庆之危也就自然化解 这一招和之前李秀成大军进攻杭州 将江南大营兵力调出的计策大同小异 但这次曾国藩和胡林义冷笑了笑 他们这次只认准了安庆 绝不上当 即使太平军进攻北京 皇帝告元也不放手 太平军这边却在协调上出了大问题 尽管陈玉成进军顺利 并已经攻至武昌附近的黄州 但李秀成只顾在自己开辟的苏长地区 扩充自己的势力 无心惜尽 这最终导致了合击武昌计划的失败 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 关键时刻 曾胡同心 而陈礼相左 这为太平天国的最终失败 埋下了祸根 安庆争夺战总共打了18个月 曾国藩命令士兵在城外深挖长好 结应战 打呆仗 死死困住城内的孤军 而外围的陈玉成等朱元军被一一阻截 始终打不进来 最后 安庆城内淡静粮绝 一片死气 和北伐军被困连镇一样 再次出现失人惨剧 1861年9月 乡军用火药 轰开安庆城墙 冲杀进城 面对那些已经饿得差不多的太平天国军民 乡军并没有丝毫的怜悯 全城男女老幼 还有守军两万余人 全被尽数屠戮 尸体浮江 江水都为之染红 胜利之日可待的时候 胡林义却已经重病产生 在攻破安静不到一个月 胡林义终因心力憔悴 而病死在武昌 终年50岁 临死前 胡林义被朝廷加封为太子太保 可惜路途遥远 封赏消息在胡林义死后第二天才到 陈玉成眼睁睁地看着安庆守军全军覆没 却又无计可施 只能挥泪 撤往卢州 从此了无进展 1862年6月 陈玉成被困卢州 被时盼时顺的淮北歌剧势力苗佩林 又至寿州而被俘 后被解送到青将圣保大营 凌迟处死 从此 太平军后期纵横一时的陈玉成兵团 土崩瓦解 被悉数消灭 晚北基地也由此沦入乡军之手 太平天国的江山也就去了一大半 攻陷安庆后 曾国藩指挥三路大军围困天津 在安庆杀红了眼的曾国权 率领乡军主力中路途径 另外 左宗棠和李鸿章率两路偏师 分别从南路和东路进行包抄 面对天津危局 李秀成仍旧转战苏南 并在上海附近和洋枪队发生激烈冲突 一直等到洪秀全命令 才回到天津 1862年5月底 湘军水路并境 直抵天津城外 湘军陆师扎音于羽华台 直插天津的心脏 水师由湘军才子雪帅彭玉玲率领 镇守河口 卡住天津的脖子 而此时回源的太平军 虽然数量众多 但大都是新兵 没有经验 也没有激情 此时的太平军已经是暮气沉沉了 随后的羽花台之战 可以清楚地看到双方式的转移 湘军虽然人数少 但准备充分 在水师的辅助下 粮草充足 气泻精粮 势在必得 尽管太平军一批又一批的连续冲杀 湘军始终威然不动 主将曾国权 甚至在左塞中弹 满脸是血的情况下 仍旧骑马在湘军各营垒中 来回驰骋 指挥并鼓手下的士兵 凭死顶住太平军排山倒海般的警攻 在最危急的时候 湘军和太平军更是近身赤刃格斗 杀在银雷里 尸横遍地 血流成河 但最终还是湘军取得了胜利 李秀成见九宫不下 只好放弃进攻 后进入天津 在天津被围的时候 东南战场也是恶讯平平 李秀成打下的常熟 太仓 昆山等相继陷落 李秀成心里着急 请求去苏州救援 但洪秀泉怕他远走高飞 就扣下他母亲和妻子儿女作为人质 并要求交营十万两驻响 当时围困苏州的 有李鸿章的淮军三万人 戈登的长盛军三千多人 和中伐混合军 即长杰军四百多人 力量远胜于太平军 虽然后来李秀成亲临苏州指挥 但还是无济于事 洪秀泉不久又以天津市集为由 召回李秀成 苏州也随即发生叛降事件 苏州太平军的主将 也是李秀成的部下 穆王谭绍光 被纳王 高永宽等人所杀 苏州于1863年底被攻破 在苏州陷落的时候 李秀成向红秀泉提出放弃天津 但红秀泉听后勃然大怒 严厉斥责道 朕铁筒江山 耳不服 有人服 耳说无兵 朕知天兵多过于水 何惧增妖湖 后人一直一问 红秀泉为什么不肯离开天津 据笔者的揣测 假如红秀泉撤住天津 路途劳顿不说 也许会死得更快 红秀泉作为一个神秘的精神领袖 要是在逃难中 被臣民们看见天王也不过如此 人心必然涣散 倒不如困守天津 至少还可以天津成在的精神相号召 再者 红秀泉要是离开天王府这个安乐窝 跟随大部队逃难 很难保证不被李修成这样的军事将领携过 弄不好乱军当中身手易出 也不是不可能的 李修成带领剩余的太平军 悉数进入天津城后 以成瓮中之别 天津被围后 梁氏锐减 天王此时 只得号召大家 以甘露为时 何谓甘露 就是各种野草 在乡军日逼日境的形势下 城内的一些人开始为自己做打算了 松王陈德峰 吏部尚书朱兆英等人 及暗同乡军 以求自保 1864年5月30日 52岁的洪秀泉撒手西去 据说是因为食用甘露慢性中毒而死 临死前 天王还幽默了一把 说 朕即上天堂 向天父天兄领道天兵 保顾天经 洪秀泉死后 16岁的儿子洪天贵府继位 这可怜的小东西 虽然很早就有了四个王妃 但估计还没来得及享福 就要面对天经城破后的悲惨命运了 曾国权得知城内粮食耗尽或药用完后 家警在天经城外挖地道 埋进万斤炸药 1864年7月19日 只听轰的一声 地洞山药中 地道炸药炸开了天经城墙 在隆隆的炮声和阵阵喊杀声中 天经城破 在一片混乱当中 张王林绍张投河自尽 故王吴汝孝 上吊自杀 李秀成领着数十骑兵 在城内飞奔 试图堵截相军 但相军如潮水一样涌入 如何堵得住 无奈之下 李秀成只好奔向天王府 到后见宫门大开 宫女们纷纷逃出 数以百计的 飞瓶蚂蚁般的投河自尽 愈合之外 很多逃无可逃的 太平天国君民南府 真相投河而死 尸体天翼如桥 水不能流 这时 只见王后赖时 一手牵着红天福贵 一手拿着剑 亮亮腔腔地 从天王府中走出 赖师看到李秀成后 泪流满面地说 天王创业一生 想不到今天父王 真是天绝我也 这个孩子年纪小 身体弱 就交给中王你了 说完 赖师月入愈合而死 趁着伯母时分 李秀成一行人 带着幼主冒充清军 从城破处拼死杀出 沿孝陵卫走入紫金山 但南京城外三百里 到处都是乡军的关卡 李秀成一行人 屡次遭遇乡军 并发生小规模的战斗 红天贵服在清凉山外战斗中走散 最后只剩下九人 奔入无名荒山之无名小庙 李秀成白天不敢出去 晚上下山取水 被附近村民发现 甚于随从被杀 这些土人贪图李秀成携带了珠宝 由于分赃不均 最后闹哄哄地 把李秀成扭送到曾国权的大帐之中 曾国权随后立刻讯问 李秀成开始不配合 曾国权大怒 开始用刑 李秀成骂道 曾九 你不要得志就猖狂 大家彼此不过各为其主 何必如此凝辱于我 曾国权狂怒 当场就想把他给宰了 幸好曾国藩的幕僚 赵列文在场 把李秀成带走讯问 问 如经济安出 李秀成打 死意 赵列文发现 李秀成言辞有起活之意 便说 你的罪大得听朝廷旨意 并非是统帅所能决定的 李秀成听后 俯首不语 曾国藩得到李秀成 被俘消息后 其令好生对待 随后赶到精灵 亲自讯问李秀成 曾国藩和急躁的弟弟不一样 每日对李秀成 逐日排宴 待一刻礼 还说 你也人中豪杰 没有遇到民主 才落得今天的地步 实在是可惜 李秀成对曾国藩的胸襟 有些感动 随后便很配合地 在单人求是里 每日奋笔集书 从6月17日 至27日 日书数千言 十日后写成 李秀成字述 后来此文的真假问题 节气之争 都在史学界 掀起了讨论的大热潮 李秀成虽然对曾国藩 抱有幻想 但终究还是在写完 李秀成字述后 被林池处死 赵列文也亲眼目睹了 湘军攻破天津的全过程 据他的记载 湘军入城后 到处杀人抢掠 连两三岁的小孩也不放过 杀之取乐 天津城中 围见血雨腥风 哀嚎之声 不绝于耳 在抢掠完之后 湘军开始四处纵火 城中火光冲天 三日不止 十年壮丽天王府 老百姓十年的血汗 就这样被烧个一干二净 整个天津 至少有十万多人被杀 中国近代史上 最苦唯有南京人 1853年 太平军攻下南京 杀 1864年 湘军攻下南京 杀 1937年 日本兵攻下南京 更是血海滔天 太平天国十一年 如今尘埃中落定 回望滔滔江水 十三年的血海拼杀 曾国藩终于如愿以偿 成为再造晚清的中兴第一名臣 王朝的历史开启后 暴力手段的改朝换代 连绵不断 和平途径的内部改革 却几乎全军覆没 前世不忘 后世之师 今日的中国 能否解脱历史的宿命 中国历朝改革变法时录 历史的拐点 马力成最新作品 前方是绝路 希望在拐角 精彩就在静雅思听